说到台南白河的景点 除了知名的关子岭泥江温泉 另一个就是在夏季限定的白河莲花镜 每年在五六月就开始陆续盛开的莲花 进入雨季之后更加速了莲花的生长 现在只要进入白河区 就可以见到田野间几乎满意出来的繁花盛开景象 检花不止出于泥而不染的清新 更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也是当地农民愿意大量种植的原因 检花这些年轻会慢慢搭 搭起来不是说它的生长期的料 这大鱼料 如果它不过它 它就成熟到差不多一种情况 就开始搂它的营鱼 这个营鱼水就是营鱼 采收起来再在借责的营鱼粉 所以这个莲花的经济价值 大概就是这个形犯 所以莲花跟营鱼 它的经济价值 那我们白河的莲花为什么会那么出名 它是因为有它的耀用 也有它的营养价值 是因为这样所以白河的莲鱼和莲鱼都很有名 就是这样子 莲花通常在早晨 花苞才会绽放开启 近期因为雨季 让白河区的莲花 即使在大白天也都是盛开的景象 形成了唯美的雨中极景 赏花需应时 民众可以把握这一年一度难得的白河莲花季 赏花同时也来品尝当地特有的农特产品 合金卫视五允许 台南采访报导